读懂了中央帝国的统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葛剑雄,林达,于士存,张明,马永,张广天,周莲,刘苏李,于敏鸿,李鸿谷,陈志武, 洛玉明,李淼,郑培凯盛赞推荐。 本书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伪,上至秦汉,下,至, 晚清,划分神学称伟期,玄学自然期,三教开放期,精士智用期,道学封闭期, 实学星期七六个阶段,详细书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统治哲学的发展脉络, 剖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力图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化与封建帝国的统治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 第一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哲学开始,经过位济南北朝鲜学的反叛,佛学的产生, 直到随唐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道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 至今仍有影响,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 明代新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时学的兴起及发展。 本书叙述的就是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反抗, 中国哲学为什么如此演变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新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特点 1.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的作者郭建龙重磅新作,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二。 2.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伪, 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统治哲学的发展脉络, 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剖析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2.读懂了中央帝国的统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为何东汉党故之祸成为汉代权力哲学的分水岭? 3.唐代的佛教如何成为继选学之后帝国统治哲学的接续力量? 3.王安石对科举制的改造,如何影响到明清文化的僵化? 3.洞悉大义统政府的统治逻辑,探寻历代王朝的治理秘密。 3.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是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 中国哲学并非枯燥无畏的思想集合,而是在历史跌宕起伏进程中的曲折发展, 其间也充满了斗争,合纵连横和妥协,其间经历神学称伟期, 两汉玄学自然期,三国,魏晋,三教开放期,五代随堂,经世之用期, 北宋,道学封闭期,南宋,金元,时学兴起期,明清等阶段。 本书叙述的就是过程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反抗, 中国哲学为什么如此演变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4.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两大区别。 1.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 而本书则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 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由于与现在都处于大一统时代, 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2.传统哲学史以罗列美一派的具体观点为主。 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 读者也无法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 本书则更加注重讲解中国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 为什么这么演化, 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5.数十位学者 驯服巨兽,知识与权力的千年大战 罗格斯哥,评论,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9月28日11点38分47秒 一向喜欢国老师深入浅出, 庞征博引又不掉书大的叙述方式, 翻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对于我这个哲学系的人来说, 倒是也读出了许多专业哲学书籍少有的乐趣, 特别是,作者的着眼点集中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集中从如何论证在我看来也是驯服中央帝国的合法性 来进行历史的叙述。 秦汉已将,一个宏伟的中央帝国突然降临在中国人的面前, 大家都手足无措,包括知识分子。 春秋战国三百年的分裂,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的列国纷争, 让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是治理者则是一个个的诸侯和清大夫, 天高皇帝远世实际存在的。 而随着虎狼之国,秦义法家的军国主义横扫路河, 统一中原,书童文,车童轨,行童轮,文字, 杜梁衡等都获得统一, 这一次全球化极大解放的生产力, 也让秦始皇野心膨胀, 肆意使用这台国家机器,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帝国的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 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 废除法家暴政,实行皇老之道。 只要当权者遏制住自己的权力冲动, 国家就能够安定繁荣。 汉初的统治者确实是这样做的。 巨兽就这样服服帖帖了。 但巨兽本身的冲动依然凶猛。 郭老师把汉学的供养学叙事认为 是为大一统的帝国作论证, 为刘家帝王的统治作论证, 这是一条路, 挤给这头巨兽所上知识的枷锁, 让他无法乱动。 天人感应的理论, 以各种天象的变化, 来约束帝王的行为, 以孔圣人的密传心法, 来威慑统治者。 这一套在汉代其实运行得挺好, 综合黄老, 阴阳和法家的儒生们也如鱼得水, 开始了自己的供职之路, 在把皇帝抬上去的同时 也把孔子抬上去。 未经乱世, 悬浮到兴起, 三教竞争, 一直到唐代末年, 儒学才再次赢得了话语权。 佛家本来是出世的, 着眼于人心, 对政治权利本无兴趣, 虽然有人有地, 但终于是中国的犹太人, 随时面临被国家提款的危险。 道家喜欢帮贤, 但毕竟理论太弱, 东抄抄, 西姐姐, 靠着炼丹做法, 糊弄世人, 登不上大雅之堂。 天天扯着老子就是佛陀, 伪造各种假书, 连蒙古人都看不下去了。 玄学本来有强烈的反动基因, 以自然对抗明教, 后来就落入到佛教的玄坛里, 而彻底遗忘了竹林七贤背后的政治关怀。 人性虽然苏醒了, 艺术自觉, 美的自觉, 可惜不过成了生活的点缀。 三教互相争吵, 统治者无所适从, 这时候, 法家, 墨家这个时候已经没落了, 能够承担就是责任的还就是儒家。 可惜, 儒家又没有辅道那样的逻辑和世界魅力, 连统治者自己都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 历代帝王也就喜欢靠着巨兽的惯性, 用儒法来治理国家, 自己私下里就搞搞辅道悬, 政治和文化是分离的, 特别是在人才的观点上更加多元。 进入巨兽的体制, 除了学儒还可以学道、学师。 唐朝科举, 除了考明经、 进士科、 师父科等不拘一格, 帝国始终能够完美地处理三教的关系, 让他们各自去争取信众。 唐末开始的少数民族的侵略, 成为帝国生存的最大威胁。 三教太乱, 根本无法统一国家的力量。 这个时候, 继秦朝、 北朝之后, 王安石和司马光, 一个主张实用主义, 一个主张道德主义。 王安石变法之后, 实用主义落败了。 而从韩与柳宗园发起古文运动之后的儒学, 占据了优势。 那时的儒学发展壮大, 博彩仲长, 福道没落或者儒学化, 儒家彻底地统一了人民的思想, 可惜也断送了皇权。 这波古文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北方世家大族, 少有南方人, 而之前的北魏就是靠着军国主义战胜了南方, 北方文化的保守由此可见。 宋代的古文运动 接续了唐代北方的保守主义, 从福道里面抄抄抄, 抄出了一个理学, 又借着自由办学, 印刷革命, 商业发展等, 征服了中国。 这次征服, 不过是佛教的世俗化版本。 他们用道筒来约束正统, 用天道来克制人欲, 用三纲五常, 内圣外王来规划巨兽的几礼, 结果呢? 巨兽从三个对手, 无数个对手, 变成了一个对手, 那要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个时候, 元代来了, 最野蛮的民族碰上最有文教的民族, 结果可想而知, 蒙古人见过世面, 基督, 伊斯兰, 如福道, 喇嘛教, 印度教等都见过了, 但都瞧不起, 蒙古人被伊斯兰征服了, 也就配那样, 他们和儒家无缘。 在汉帝的元朝也固守自己的喇嘛教的体, 如法不过适用, 但他没有彻底适应这只中央帝国的巨兽, 最终会逃到草原。 但元朝把这头巨兽给解放了, 知识分子的理论不受用, 反制主义蓬勃发展, 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主奴化, 加奴化, 从此世人不再是皇帝的同道者, 而变成了下跪的奴才, 而道学也就变成了洗脑术。 明清帝国是绵延不尽, 明朝的农民皇帝, 清朝的野蛮民族都跟着元朝走专制之路, 他们扭转了枪头, 把成珠礼学变成了统治人民的武器, 礼学变成了八股文, 民间书院统统被收归国有, 而他们自己责乐在其上, 并不完全遵守这一套。 理学被权力腐化, 不知道成珠在世, 该如何想呢? 郭老师最后讲到的是 王阳明的新学和太州学派, 清末明初的故王皇三大家, 以及清代的考剧学, 并对考剧学给予了社会科学的很高评价。 考剧学的名声一向被认为是 买手读书,不问世事, 如今又被当作科学思维的代表来表彰, 这波知识分子从内在的理路 来和官方对抗, 也算是有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道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全力化, 王阳明的新学从天道回归本心, 乃至后来的回归同心, 回归民间, 何禅已经少有区别, 新学也越来越犬如化。 这条巨兽也就这样一往无前, 开到了1840年, 经过了短暂的内忧外患之后, 迅速以国民党党国一体的面貌再次出现, 并且加上了工业化和科学的翅膀, 火力全开。 礼学、新学、儒学都被扔进了垃圾堆, 严巨兽都被扔进了垃圾堆, 开启了民国的军阀混战。 西方有公立主义, 基督教道德、义务论、 共和主义美德等。 经世之用之学也不如科学实用, 考据学也不如现代历史学, 总之,祖宗有的, 西方都有, 而且都比你的厉害。 那就用西方的理论来约束吧。 民国乱局,百家争鸣, 但这次都是西方的理论互相打架。 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进来了, 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 实用主义也都来了, 哪一个是何巨兽呢? 按照历史规律, 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讲主义的时候 能够统一中国的, 无疑是军国主义。 既成秦始皇、北朝、 原的、是我党、 是马列主义, 但实质不过是军国主义罢了。 但军国主义可以夺天下, 却不能治天下。 于是开启了军国主义 及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现代性的这头巨兽 已经架接在传统的 中央帝国的头上, 而现在, 官方还是按照巨兽的惯性 以现代儒家来统治, 而民间又是三教纷争, 百家争鸣。 大家都觉得这头巨兽失控了, 缺乏约束,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来约束它, 如何把它规定在知识的范围内。 该怎么驯服这头巨兽, 还是一个问题。 豆瓣剑书团评, 一次从极区熬牙到通俗易懂的尝试。 大白能喵,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1月19日15点01分17秒。 看一本有潜在营养的书, 或许有这么四种功效。 一看内容,参考信息。 二看问题,启发思考。 三看表述,培养兴趣。 四看回答,精进论证。 这本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在一和二上非常出色, 在三上也很优秀。 我必须承认, 作为一个喜欢理论的人, 看到汉代就想放弃了, 哪知道作者越写越生动, 渐入佳境了。 故事讲得好也是极好的, 获得了大致了解。 2018年11月21日补充, 今天发觉, 有了这块知识后 获得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视野果然不同了, 从四星升级为五星。 先说信息量。 这本书包含的信息量 从时间跨度上也能略见一般。 对于历史知识贫乏的人 比如我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速读入门书。 想看得有趣味的话, 不妨尝试细经的打开方式, 假想自己是全国总公司的总裁, 如何治理遍布于 全国各省市的分公司。 可以采取两种治理结构。 第一种是让分公司各自为政, 自收自知。 这也就类似于诸侯治理方式, 相比如金联邦制的一个 不同是还有自己的军队。 各个子公司共享一个品牌, 营业收入怎么支配 由他们自个儿看着办。 总公司的总裁和大家都是好哥们。 第二种是总公司严格管理 各个子公司,收支两条线。 这也就类似于 大一统的帝国治理方式。 子公司的营业收入要报给总公司, 再由总公司决定给你发多少钱。 这本书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治理结构, 在这种结构下, 如何让子公司的人听话。 这就有了三种手段。 依法家的手段, 以严刑俊法为代表。 相当于公司制定了一套 严密的制度规章, 谁迟到了一次就要卷铺盖走人。 这样的问题是, 如果身为总公司总裁的你也迟到了, 你是不是也要走人呢? 参见第十七页, 汉高祖本人天马行空, 建立制度也意味着对皇帝的限制。 汉初的法家只能处于地下活动。 所以,汉初采取法家的政策, 却不说自己是法家, 那么问题来了, 即使承认了是法家, 没有对金银统治阶层的强力监督, 又能如何呢? 只要没有上班打卡的电子道士牌实时显示, 即使总裁敲咪咪地迟到了, 没人知道, 也大可不必走人。 所以, 我觉得这里没说用法家 也不是因为制度对自身限制的恐惧, 和监督等方面或许也有关系。 二道家的手段, 以无畏而至为代表。 子公司的人自主发展就好了, 反正多赚了也对他们自己有好处, 不是说都是给我干的。 大家众乐乐,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汉朝的文景之志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思路隐含的不稳定因素是, 你啥都不干凭什么当总裁。 看起来活儿都是我们下面人干的, 结果我们年薪五十万, 你坐享其成却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抵消不稳定因素的一种可能是, 嫌麻烦。 算了算了, 反正我也锦衣玉食的, 拉单子打仗推翻你也是心累, 那就这样吧。 三儒家的手段, 以礼仪等级为代表。 不过, 只是用礼也有问题。 比如汉初时候的书孙通, 一位强调礼仪, 反而失心失德。 这就像你通过公司并购 爬上了总公司总裁的位置, 可是不分青红皂白 就出台了一系列企业文化细则, 要求公司的人见到你三跪九扣, 那人家肯定会想, 凭什么呀? 所以才有了后来 董忠书设计的天人和议论。 这是啥? 这就相当于自然方面 你得听天的吧, 那公司商业方面 你得听总裁的。 这只是环节一, 如果只有这个, 大家又会想了, 好好, 我听总裁这个职位领导的, 不等于听你的, 换明天张三当总裁了, 我是不是就得听张三的了。 所以还得有环节二, 证明说这个总裁 和我是绑定在一起的。 于是汉朝才有了称伪, 根据天意 比如去城隍庙求个签 证明总裁非我莫属, 你们都别想了。 这样也埋下了一个货根, 如果有一天 子公司的某人 也想当总裁了, 找人去城隍庙假扮一下高人, 抽出来的签说他是总裁, 大家就会莫中一世。 而且这个伎俩 他可以玩别人也可以玩, 去不同山头的城隍庙求签, 就乱套了。 所以王莽之乱 也毁于他滥用称伪了。 说完了要听, 总裁我的, 怎么实践呢? 还是礼仪等级制度, 只不过此时的礼仪 相比书孙通那时候没来有的, 已经披上了不一样的外衣。 怎么保证大家听呢? 画个饼吧, 你按照这套企业文化的礼仪来 就能升官。 所以员工赶紧背啊, 表忠心啊。 可是偏偏汉儒的企业文化又很模糊,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讨论一下吧, 大家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有了门法之争。 看短评有人说, 从魏晋开始感觉不一样, 我想大概是因为写汉大的时候 作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就是讲统治哲学的, 后面加入了社会思潮和官方的互动, 涉及的思想也多起来, 看起来就复杂多了。 从魏晋开始的写法是互动式的, 没有强调统治哲学。 而且,按照作者的说法, 第一个周期也到了反抗期, 所以统治思想不太明确, 常常如是道并存。 知识分子后来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人宦官, 就被设计请出后被干部队伍了。 算了,提拔无望, 单脆喝喝酒,养养生, 再也能针边石壁啊, 有点类似于被霸道总裁开掉的前员工, 就到了魏晋玄学。 对道家就是奉行享乐主义的污名化, 我估计就是从未今后期来的。 皇帝内经提倡手针,心意合一, 只是说要顺从自己的天性, 却没说混吃等死。 有些人向往混吃等死的享乐生活, 其实如果真过上了这种生活倒也未必舒心, 连续大吃三天很开心, 连续大吃三个月呢? 三年呢? 三十年呢? 仰进葛洪改造后的道教闷声发大财。 太平道和无斗米道时代, 道教做的是群众运动, 这是皇帝最害怕的。 葛洪把道教关于群众运动的内容去掉了, 变成了纸和上层打交道, 出入于王庭的宗教, 这实际上有利于道士们提高地位, 又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梁武帝对佛教的执着也有世俗功利的解释。 他觉得,儒学总喜欢解读, 还容易过度解读, 不如佛教讲道理, 有逻辑,来得清楚。 靠别人也有问题, 太依赖别人会造成资源外溢。 这就是作者说的梁武帝纵龙僧团 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 忽略数手边疆。 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式, 总裁觉得咨询公司讲话清楚, 搬来救兵, 可是把应该投入运营公司的钱 都拿去当咨询费了, 舍本竹墨, 连远有的市场份额也没保住。 旁末的灭佛运动也有世俗化的考虑, 因为皇帝想从寺庙中挤出更多人力, 土地和助必用的同向。 教育和选拔制度部分杂柔在朝代叙事里。 魏晋和随唐时超越了 会不会解读旧型的如学下的人才标准。 比如142-143页讲到魏晋17流少写人物质, 从阴阳五行的相对主义看人的特点, 而不是简单判断人是好还是坏, 可以为用人和成才提供依据啊。 相当于总裁您手下的人力资源总监, 用平淡、中锐、外朗、金进、植固、 生青、色意、遗正、 融指九个指标划分五类人, 还有十二偏才的分类, 可以助您人尽其才。 而唐代的科举制, 除了考经典的明经科, 还有进士科、博学红词科、算学科、 明法科,从多个专业角度选拔人才, 如学被边缘化。 考测论比考经典务实多了, 这就相当于提拔的标准 不再是会被企业文化就成, 而要看你做PPT展示数据分析结果 和行动方案了。 可是由于公司的其他方面出现了问题, 子公司要闹独立。 就有人说, 哎呀还是因为企业文化没建设好, 还是得让他们好好背啊。 根据作者的说法, 这人在唐朝就相当于韩裕。 他自己吃过苦头, 鱼考财中, 就觉得文采没用。 安史之乱可能因为经济等其他方面原因导致 也甩锅给了文化, 再次提倡儒学。 宋明清也大体延续了这个教育和选拔思路。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的古文运动 和之前提倡的务实精神 其实并没有彻底分出高高下, 这个祸患到北宋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分裂, 也就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延续对道统的回归, 作者称为复古主义和王安史的改革派 研习务实精神, 作者称为实用主义。 说以他俩为首, 是因为之前两者的分裂并没有这么严重, 他俩一争摆到台面上来了, 就不一样了。 而苏氏作为中间派的代表, 则是封箱里的老鼠,养头受气。 后来改革效果不如人意, 不去找改革方案的原因, 就简单认为是改革本身不好, 于是又回到道统的老路上去了。 欧阳修和苏哲则帮助皇帝建立了禁书制度。 南宋时期建立了儒教自己的崇拜体系, 形成未道士, 朱熙写了四书极著。 新代誓也还算开阔, 看的是汉唐课本, 到了元朝, 想着时髦一点, 就落入了南宋理学的苛就。 不过, 蒙古人多少接触过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佛教, 任儒教也是为了统治汉人的方便之举, 并不算太多束缚。 明代有人格分裂, 一个是学八古文, 另一个是严习南宋后期陆九渊的心学, 学心学。 可是陆九渊提倡的自由裁量权 与中央控制的需要相悖。 他和王阳明的区别是, 他说要通过心去解释外物。 而王阳明说, 心就是一切, 该干啥不该干啥, 要从心, 治良知。 可是, 良知又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缺乏一套伦理准则。 不过好在明里还是有儒学称着, 说明面上的准则是什么样的。 明代中后期有在官和在野的思想分流。 在官者有改变制度, 本身和强化制度束缚, 固献成杰东陵党的区别。 也有人以心学为享乐主义, 犬如主义的规灭, 本来王阳明说, 治良知完了还要知行合一, 做事多类, 闻认识大夫就喜欢做而论道, 缩回内心, 不问世事, 特别佛系。 在野者以民本主义为刚, 太州学派为南方商业社会发展 提供了基础。 不过游侠是被打压的张居正杀和新隐, 朝廷也将游离于体制外自己搞学问, 但思学的人视为不稳定因素。 清朝思想家如黄宗熙, 顾炎武, 王夫之等就比较务实, 强调考剧。 第404页讲了严若渠发现古文上书 是伟做的精彩过程, 尤其好玩。 他的方法有对比也有残篇, 考剧说法起源时间等等, 感觉到真传后可以去加入果壳的辟谣大队了。 到了清代, 作者实际上写的已经完全是社会思潮, 而不是统治哲学了。 再说启发思考。 光看书名和前言就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书名包含了中央帝国、哲学、密码三个关键词。 但凡提到中央帝国肯定是从秦翰谈起了, 对此, 作者恰好也在前言里说明了他的理由, 因为觉得大一统时期对现在更有参考价值, 所以从这里写起。 不过, 这里似乎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 大一统的国家状态与诸侯国分治的国家状态 对国家内部的统治哲学有不同影响。 因此, 才有了只有大一统的国家状态 才有借鉴意义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作者在这里说的观点, 在他看来并非一个完整的统治哲学思想体系, 而仅仅是在大一统国家试用。 我好奇的是, 这两种国家状态会对统治哲学有什么不同影响吗? 哲学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 我读了书才发现, 这里的哲学其实讲的是文化如何为统治者所用, 并通过教育实现系统化洗脑的过程。 前言里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 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刘邦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 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这也成为了作者想贯穿全书探讨的主要问题。 而这也引发我的好奇, 为什么是从刘邦谈起, 而不是从大一统状态的发端大秦帝国开始谈起呢? 我揣测大概是因为秦朝焚书坑如压根就没文化了, 更谈不上利用文化一说, 如果能在前言中得到作者的简单说明就好了。 一个好的选题, 往往会启发人提出更多问题, 从而继续求知, 在一本书之外的更多地方寻找答案。 关于培养兴趣 作者写道未近时相比写汉代生动许多, 有些像中学时期读于秋雨遥远的觉想的感觉。 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素材丰富, 有故事,可讲, 如果受到材料限制,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也算是为难作者了。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出场人物少, 所以讲讲故事可以立得住。 中会,软集,鸡康, 每个人物有不同的性格,有血有肉。 第256页关于会员如何对皇帝的描写非常精彩, 应该也和只涉及到两个人物, 呈现相对完整的对话有关系。 后来的宋元明清更是渐入家境, 越来越自如。 如果定位为一本科普书, 我希望作者可以在前面给出更多梯子, 统一前后的写作风格, 对于汉代部分的写作提两的小建议。 一个是加入更多对基本概念的通俗解释, 如果这些概念不是重点, 最好可以替换成更平白的话。 例如,第59页讲道, 汉朝的法律原来沿袭自商量制定的世俗法, 后来减轻了秦法的严苛程度, 但是保留了世俗化和法典化的倾向。 那么,什么是世俗法? 什么是法典化呢? 又如,第107页讲王冲是一个机械经验论者, 其出法典是从经验中寻找真相, 并非为物。 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他是一个经验论者, 那么,机械又做何解呢? 其实作者在196页对道家和道教的区别就很好, 相互比较,且切众恳庆。 这么想来,可能讲世俗法和法典化的概念 也没太有必要, 可是,看着这些名词心赛啊, 既然没必要,不如去掉好了, 这样表述也会通畅更多了。 再一个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生动的故事。 比如,讲汉大的如学门派之争, 书中描述了汉武第17的几个博士点, 每一家的博士只在门派内流传, 学生只能死机硬背,免受其他门派影响。 到这里其实说的是门派各自的封闭性, 而讲争论只有一句话。 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 不过瘾啊, 感觉我刚搬好小板凳, 刚掏出一包小瓜子, 瞬间就错过了一堆八卦, 哎呦我的八卦之心哪。 关于论证 出于职业敏感, 我看到封面和简介的第一反应是, 这是一个合法性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甚至还有知识社会学牵涉其中。 作者多多少少隐含了这些意思, 第三页正文第一行即使用了合法性一词, 第263页第二行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 在阅读过程中, 我也时不时地想到相关经典, 意识形态, 起源和影响,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微博在经济与社会中对于合法性的讨论, 还有他的儒教与道教。 不过似乎作者并着重强调理论的解释力, 所以也未在这方面琢磨。 这也是我觉得看得不过瘾的地方。 这一不过瘾, 有些地方就看得糊涂。 比如第78页, 谈到古文经学和经文经学之争, 说学习古文经的草莽学者来自政权边缘。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是边缘草莽, 为何又有机会发生呢? 这个表达的通道和机制 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作者做过记者, 见多识广, 如果做更多拓展就好了。 有些对东西方宗教的 比较我也觉得不过瘾。 比如第72-73页, 说到西方基督教的会议 是以打击和分裂为目标, 皇帝组织会议是为了树立统一的思想, 消灭其他的, 而中国的皇帝知道 公养传已经无法完全废除了, 所以要调和两者, 使其都成为政权基础。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西方人不这么搞呢? 消灭其他的思想 付出成本多高啊, 人家也不傻。 按理说中国的皇帝权力很大啊, 为什么中国皇帝都不干的事, 他们还非要消灭呢? 我觉得可能是跟基督教教义的 一神论有关系, 作者没提, 这里就看得迷迷糊糊。 同一页下面又说, 皇帝决定一劳永逸 解决这些差异问题。 前面刚说了, 已经无法完全废除了, 这里为什么又决定 一劳永逸了呢? 还有第312页 说到马克思主义 对天主教思想的冲击。 可能作者对马克思的学说 有些误会, 这里说到人类的工具化, 去人格化, 其实恰恰是马克思 所旗帜鲜明反对的异化。 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 与异化的问题。 我曾写过书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炸记。 本书的理想读者 这本书的理想读者 是想对历史兼具理性 和感性理解的初学者, 就好像同类书中的 《法医勤明》系列 平衡了小说的叙事方式 与法医学知识。 略显遗憾的是, 如果想获得充分的理性认知, 大概适合读一些 理论性更强的书。 好处也很显然, 这样的话, 读这一本就可以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获得初步的理性认知。 这或许和书的定位有关系, 我也想给后来的读者 提一个阅读建议, 看得开心就好, 而不必太在意期间的论证逻辑, 仔细推敲起来, 估计一套从书也说不完。 其实, 作为从极区熬牙到通俗一董之间 过度的尝试, 可以让更多人无惧于 卷制好凡的固执堆 而有这么一番探索和游荡 已经很值得赞赏了。 最喜欢的一句话, 引自第三百九十一页。 任何现象都可以 以增加概念的方法来源通, 却无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 题外话。 我最先看的是后继。 作者自成, 以前没名气, 前几本书必须符合出版社的审读, 为了维持生活, 甚至必须靠写溜须拍码的商业书 来筹钱, 我心一惊, 这还真是, 让之前的出版社情何以堪呢? 作者还真是个真性情的人了。 想当然的思想史著作, 凭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洛林,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1月24日20点12分33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感谢豆瓣件书团 给我阅读这本书的机会。 本书作者, 郭建龙的经历和我类似, 他以前是程序员, 后来为了自己的兴趣, 从事写作。 我的本科专业史物理学, 后来为了自己的兴趣改学了历史。 出于类似的经历, 我能够体会到郭建龙 为这本书付出的努力。 毕竟,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人 要写出这么一本书 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不过, 如果从学术的视角来评价此书, 我认为这本书无论在逻辑上, 还是在具体的知识上 都存在难以弥补的错误, 因此我只给这本书打两颗星。 逻辑上的漏洞 郭建龙在本书的前言中说 中国人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 反复震荡, 至今没有跳出科救。 按照这个逻辑, 全书就应该可以从政治角度 对中国思想史做出解释。 可是, 郭建龙却没能一以贯制。 在他用政治解释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的兴起后, 他无法解释佛教的兴起。 虽然道教在唐朝的兴盛 可以用皇室自称老子后裔来解释, 但是却始终无法解释 为时宗的灭亡与禅宗的兴起。 对古文运动与理学的兴起 更是无法解释。 同样, 政治也无法解释 陆王心学与清代史学的兴起。 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史 远非政治史可以解释。 学术内部理路, 外族的影响, 历史的偶然事件 都可以影响思想史前进的轨迹。 知识上的硬伤 除了逻辑上的漏洞, 本书在许多知识点上犯了错误。 1.P25页 齐国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以研究变了位的儒家学说而出名, 号称记下学派。 这里犯了一个明显式错误, 记下学派是以道家为主要思想的学派, 此外他们还引入一部分法家元素, 有时被人称为道法家。 2.P32 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 专门以思想维稳为目的来培养人才。 这里的错误是直接把孔子的教育思想 当成束缚人的思想。 实际情况是,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 孔子把学习带到了民间, 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学习文化。 而且,孔子并不培养书呆子, 哪里会是以维稳为目的呢? 3.P38 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 这就是天人合一理论。 郭建龙没有看到董忠书的理论 还有制约皇权的一面, 当皇帝的统治不符合天意时, 皇帝就应该下台, 就应该改朝换代。 4.P258页 在最初, 佛教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 被人们接受的。 东汉,魏晋时期, 有利用道教的叛乱, 但真没听说过利用佛教发动的叛乱。 5.P263页 唐朝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 并产生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 郭建龙认为宋朝是神权政治, 对这一点我是无力吐槽的。 建议先去学学政治学。 槽点太多,我就不一一吐槽了。 总之, 我佩服作者气功从文的勇气, 但是显然作者还有很多路要走。 千年分赃史 江流苏,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0月31日1.08分50秒 程梦录将出版社会书, 我有幸第一时间读到郭建龙先生的新作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以下简称哲学密码。 郭先生是我欣赏与佩服的新锐学者, 此前他的几部有关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及游记, 我基本都已败读,可称神交已久。 作为帝国密码三部曲, 哲学密码相较于之前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以及将出版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其写作难度陡然而增是可想而知的。 毕竟财政也好,军事也罢, 都是务实而言,哲学则是十足务虚。 无论是从材料收集选取 还是时空经委书里, 言有行义,谈无行难。 一笔历史流水涨下来, 很可能言之无误, 结论牵强, 还容易落入以实然来证明应然的苛就。 哲学密码 作者郭建龙先生谈中国哲学 不从先情诸子开篇, 而直接由秦汉切入, 可称不落俗套,会演独具。 作者没有迷失在大义统形而上的逻辑 与名词的迷魂阵中, 而是仅仅抓住了现象之下的本质, 那便是, 中国哲学自先情开始 便先天带有功利性与目的性, 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而独立存在过。 作为一种思想, 或约治国理念, 或约价值观, 或约意识形态,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学术, 而是依附于政权的寄生物。 他的世俗性, 功利性, 谄媚性在其与政权半生那一刻便注定了。 虽然期间也会发生各种原因下的相互绞杀, 但总体而言, 纪物与纪主之间始终保持着纯齿皮毛的关系。 于是诸子百家的各路人马便四处兜售, 豁卖石家, 其大宗便是如鱼法。 儒家的一套对于国际民生不可谓不好, 但毕竟如六位帝皇, 虚假以时日, 反复进补方可稍见成效。 然春秋战国, 弱肉强食, 根本不可能留给治国者从龙改良的时间机会 例子举不胜举, 但拿战国初期孟子游说列国时来说, 藤文公福音孟夫子, 立行人证, 结果藤国被送灭, 送国亦如是, 各国变法, 为送重人, 结果很快被其所灭。 弱石者追求的是法家伟哥, 这种利等见效的快要。 秦克了最大伎量的伟哥, 凭借药效终于扫平东方六国, 完成了统一。 然而过于民信法家, 由暴力开国继续暴力治国, 大则乡一身王侯将相, 明有种乎, 便引得天下暴乱风起, 最后落了个经济人王的可悲下场。 秦师其路, 刘汉获知, 深知逆取而顺手的道理。 黄黄过情论便是对于暴情灭亡的深刻总结与反省。 在治国里面的选取上首先想到的是相比而言 最具出示精神的道家。 但黄老之术是与小国寡民, 在王朝开国, 人口凋零, 百叶带兴时还有一定益处, 成平日久便力不从心了。 更何况西汉的北方始终有凶奴虎视眈眈, 和亲与护士只能缓解一时, 一旦有戏, 白灯之为的耻辱还会继续上演。 既然民族外交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无法解决, 那唯有使用军事来武力解决。 仗外必先安内, 建立帝国统一的思想一时便可不容缓提上日程。 独尊儒数几十年下来, 确实起到了统一化其思想的作用, 从此中国无论如何改朝换代, 即使是外族入主, 也皆以统一为常态, 以分裂为变态。 秦朝的杜阳恒标准化为 大一统建构了硬件条件, 西汉的精学才是大一统的灵魂所在。 如能假以时日, 即使没有百马熄来, 中国原生的儒家也能通过 图称福瑞完成彻底宗教化。 原来天命也好, 信仰也罢, 通通都是欺人与自欺的玩具, 是统治阶层中皇帝的新衣的游戏, 是通往荣华富贵的敲门砖与过墙梯。 自汉以来, 直到明清, 统治阶级才终于找到 并建立更快捷有效的筛选机制——科举。 这六百年四学昌盛的前提 是哲学被政权松绑, 开始走向真正纯粹学术的一面。 看评天下, 百废带兴, 为何建立官方的哲学标准 是一件如此击破的政治任务呢? 封建帝王也好, 现代独裁者也罢, 想以一人一家乃至一族一党之力 统治整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要想长治久安, 必然需要举国精英的实质支持。 官方所认可的哲学里面, 其实质无非一种筛选机制, 由最高统治者划定一个坐地分赃的方案, 以期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 从全民中筛选出符合条件与能力 并有意愿参与其中的精英人士, 来做助手与帮凶。 唐太宗所谓, 天下英才进入我, 构中是也。 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 而非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谓人心及精英意愿的项背, 一兆万民在统治者眼中是不算人的, 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声口与工具罢了。 和土地一样只是帝国 最重要的两项财产之一。 对此统治阶级也从不讳言, 北宋宰相文艳伯理直气壮 对宋神宗言道, 陛下与师大夫共治天下。 帝国官员是牧人, 为天子守牧一方牛羊, 牧场主与羊官能够达成一致, 牧场自会兴旺, 牛羊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 那么成功, 不然没法解释中国自秦已降, 革命代代有之, 实不绝书, 皇帝轮流作众的机制 远不如我们的近邻日本皇室一脉 千年不绝来的稳定。 关于分赃, 也许郭先生还看得不透, 至少在书中说得不透,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看破不说破, 毕竟在当下的出版审查制度下, 很多东西没办法落到纸面上。 昆蓬视角下的中国思想史 纯熙,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1月27日0.51分42秒 当我们站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也同样会感叹, 巨人有多渺小。 昆蓬扶摇直上九万里而感叹天之政色, 这本书的作者在写出这样的话语 或者也是这样的视角。 以现代科学方法论看, 古代人的思想不合逻辑, 处处都是谬误, 简直是一派胡言。 再回看自己的进步, 自然会有一览中山小的快感。 这种居高临下的酣畅淋漓 才是这样的话语 能够获得欢迎的根本原因。 它帮助我们建构并强化了 当代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方式的优越性。 但殊不知这恰恰是最大的败笔。 时代物质,穿凿附会, 本书的作者狂妄的话语之下 是方法论修养的严重缺失, 也无怪乎独立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职业。 在古人那里, 人就是生活在自然秩序中的。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 城邦的秩序是人达成其自然的 政治本性的产物。 这种宇宙与人类秩序的关系中西多可见。 基于此, 作者以古人宇宙观 比赴纳粹的绝对主义 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陈英克先生说, 批判古人的学说 要对古人思想有同情之理解, 懂得其境语, 理解其问题, 环境,切记穿造附会。 仅图一个结构的快感 却不知此做法既伤害文化, 又误导大众。 知识的传播者对知识缺乏敬畏, 却肆意著书力说, 恐求此之, 苏文忠公义此之。 帝王们认为, 自己的政权才是最重要的。 星空,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2月7日22点43分46秒。 中国哲学史看过若干个版本, 对岸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佩蓉老师的傅佩蓉的哲学课, 先秦儒家哲学也看过, 但把中国哲学思想 与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联系在一起, 从政权治理的角度 来看待中国哲学的运用, 变迁,独立作家, 增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 郭建龙所著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总体来看, 一人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确实讲出了一些 以前未曾去想的东西。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这本书的一开始, 作者首先对为什么从秦汉 开篇进行了说明。 郭建龙高度重视 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因此认为, 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 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 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仔细想一想, 确实也是如此。 大部分的哲学家讲中国哲学 基本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 诸子百家开始讲的。 但是很显然, 诸子百家中的儒家 和后世所谓的儒或者儒教 并不能混为一谈。 即使是从西汉五帝时 统一罢出百家, 独尊儒术, 那个时代的儒术 不仅已经与孔子, 孟子时代的儒大乡敬庭 也不同于申克波 进入了法家思想的寻子之儒。 所以, 这是首先需要明晰的一点。 秦汉特别是西汉, 儒教首先取得特殊地位, 但似乎儒教的显著地位 又仅限于五帝一招。 中汉一代, 一般认为统治阶段的思想意识深处, 更多实行的是外如内法, 或者按照郭建龙的观点 是阳如阴法二者所指基本一致。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 西汉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凋毙, 统治阶段不得不实行 修养生息的政策, 因而一开始儒教并不占主导地位, 反而黄老之术, 无为而至的思想更受欢迎一些。 而随着佛教在功利纪元前后传入中国, 经长期传播发展逐渐完成本土化, 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潮, 甚至到后来就有了如、 是、道三交的说法。 放到更为广阔的秦汉以来, 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尺度上可以看得出来, 统治阶段采取什么样的主导思想 来服务于它的统治, 显然并无一定规则。 一看君主个人的喜好, 二看官僚阶层的声势, 三看知识分子也就是读书人的追崇, 未尽的玄学, 道两宋至明代的成诸礼学, 路亡心学,基本都如此。 这些未必能够赢得阶级的喜欢, 但他们更多的是出自于需要来有所选择, 一是,大体来说, 一以贯之的其实是如法并重, 甚至于更为突出法家的思想。 虽然郭建龙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周期论 与阶段论未必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但他对于历朝历代统治阶级 与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分析 却还是比较到位的, 也的确寻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来作为支撑。 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 读史可以明智、分析、评品中国哲学史, 其实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毕竟,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游学的正确姿势 沉睡的青春,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1月6日23点37分34秒 西方国家有间隔年Gap Year的传统, 青年在升学或毕业工作之前 做短暂的停顿, 借此加深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家喻户晓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切, 格瓦拉便是在Gap Year中游历整个南美洲, 写下著名的摩托日记, 这次经历极大的影响了他的思想及命运。 中国也向来提倡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精神, 游学,二字鉴于史记, 春生军列传,游学博文, 该为其因游学所以能博文也, 早在两千多年前, 孔子就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进行致学, 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 游学,通过空间置换与身份切换, 达到丰富阅历, 拓宽视野并多元化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目的 是一种特别的成长方式。 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 郭建龙的游学生涯 是从辞职以后才开始的。 第一次知道郭建龙 是通过穿越百年中东艺术, 引子里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迅速抓住了我的眼球, 在贝鲁特一间背包客栈里, 他与一次ISIS极端分子共处一室, 并多次就政治时局 与郑明准备加入圣战的室友交流看法。 深入了解其人其事后发现, 此类经历在他身上并不罕见, 除了与恐怖分子亲密接触, 他还曾在印度与当地人 一起扒过火车, 在阿富汗遭遇过一次抢劫, 危及生命, 在非洲感染瘧疾奸奸一息。 这些充满冒险色彩, 事后想起会令人己被发凉的故事, 在他笔下娓娓道来, 不添油加醋,云淡风轻, 有种千方过尽的豁达与从容。 在他身上有许多标签, 前军事研究员, 前IT工程师, 前记者, 游浪者, 探险者, 文化旅行者, 独立作家, 这些标签是他人生轨迹上的 一座座里程碑。 对他而言, 每一次踏上追求自由与远方的新征程, 都意味着要放弃当下的安稳与光鲜, 面对可能遭遇失败的迷茫与困窘。 2010年, 有感于新闻报道, 空间逐渐被压缩以及时代浮躁, 他辞去报社工作, 开始一种游学式的生活, 不依赖于任何单位和组织, 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世界, 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文明, 并用自己的语言来记录和解读这一切。 郭建龙把自己的游学写作分为两条线, 在横向维度上, 他试图通过对每个地区的历史, 经济, 文化, 社会以及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等方面的梳理, 向读者展示一张不一样的画像, 没有提供多少别开生面的理论或吸引的观点, 但记者的历练让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 高明的叙事技巧和出色的语言组织能力, 能够化繁为简, 用清晰准确又生动的方式处理复杂深厚的历史人文题材, 他的书十分通俗易懂而不乏思想厚度, 很适合作为相关领域的入门书籍。 在纵向维度上, 他则通过对财政、哲学和军事三条线的历史研究, 梳理中国两千多年地质的发展轨迹与背后的逻辑, 以此获得更广阔的视角来探待现代问题, 并写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系列作品。 去年读《财政密码》时颇有一些惊喜, 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作品不同, 郭建龙是现代化的, 他不关注君主的专制暴政, 不抨击奸臣的恒征暴敛或利益集团的勾心斗角, 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 与财政、军事等务实主题相较, 要把跨度上千年的形而上写清楚, 难度可想而知, 但无庸置疑,他完成得很好。 一说到中国思想史, 基本上是以先秦朱子百家为开端, 郭建龙避开了俗套, 从大义统的汉帝国开始, 拨开那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术语罗裂, 紧紧抓住本质, 皇权与知识分子几千年的纠缠。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 一个政府之所以合法, 是因为他被人民普遍接受, 但这也意味着人民有推翻他的权力。 如何让民众承认当前政府的合法性并服从他, 这个问题尤其困扰流氓皇帝刘邦, 因此他需要一个永久性的理论, 一个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 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天生是皇帝。 这套哲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不仅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 还由于他的信仰属性取代了思辨属性, 而对社会思想造成极大的束缚, 让中国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 丧失了利用逻辑验证事实的能力。 提到这点, 个人觉得郭是一个很敢说真话的人, 在财政密码一书中, 他曾探讨过中国历来所有改革都没能触及的经济三大基础, 国有企业,公有土地, 政府垄断发超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而哲学密码则探讨了极权政府如何使用穿上治国理念, 价值观等外依的意识形态控制民众, 民众又如何产生反叛意识与自由化思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这些财政或思想工具至今依然沿用。 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乱年代, 树立稳定的统治哲学是制度维稳的必要条件, 而维稳是中国两千多年及全社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要想做好, 不能仅仅靠安检和武装, 而必须把人从思想上进行格式化, 即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一个统治哲学建立后, 利用政权力量, 通过科举取势等人才选拔制度, 收编圈养大量官僚学者, 将帝国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 让每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政权的附庸, 帮助稳固统治。 这一幕对作者而言并不陌生, 当他上处新闻行业时就注意到, 知识分子贩卖的学问总是与政府政策有关, 每当新政策出台, 他们就迅速跟进, 用正面语言向民众解读, 宣导, 假如政策前后矛盾, 他们还能自圆其说, 两千多年前建立起的体系并未失效。 于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贬义色彩, 老百姓对他们的评价从流行礼语 以及民间艺术作品中可见一般, 张义美从图狗背, 复兴多是读书人士典型, 考取公民后抛弃妻子的不在少数, 两山一百单八将只有一个知识分子, 还起了个名叫吾吾用, 在这种情况下, 自由思想家及民间知识分子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比如未尽时期的竹林七贤, 明朝的陆王河里, 这些人仿佛云破天开出的一道情名, 用各自的方式拒绝思想的枷锁, 为学界带来一股清流。 或许这些个体的力量在中央帝国面前略显单薄, 但星星之火上能燎原, 帝国的洗脑工具也并无懈可击, 否则如何解释一代代革命的发生。 读完此书后觉得, 不管算不算合格的学者, 郭建龙至少是一名合格的学生, 从他日真成熟的作品可以看出, 这些年的经历帮助他形成缜密的思维习惯, 他观察这个世界的视线也越来越立体, 这应该就是游学的正确姿势吧。 投诉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 陈世的青春,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谁在管理我们的头脑? 样书,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9年2月3日20点0分08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读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书评 1. 封建出自由,大义统集奴役 诸子百家的兴盛 是中国古代思想市场的第一次繁荣。 这种繁荣源于权力分散, 列国伶俐, 一种思想在本国不受欢迎, 哪怕被禁止和打击, 依然可以到不行, 乘服浮于海、孔子宇, 去其他国家开拓市场, 寻找受众。 孔子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们 可以周游列国, 四处推销自己的思想, 当封建的历史大门被关闭, 他们的后辈却却再也没有同样的机会。 在宋代, 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 随着造纸、雕板技术的规模化, 中国迎来了出版革命, 越来越多的书籍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西方由古同堡印刷术 15世纪40年代所引发的出版革命 要晚几百年。 但是西方的出版革命 重塑了人类文明, 随着知识和思想的广泛传播, 宗教和世俗统治者的权威 越来越多的被质疑和削弱, 人们的好奇心也被不断激发, 最终引来了宗教革命, 文艺复兴, 大航海时代。 而在中国, 出版革命以来的却是朝廷管制。 1055年欧阳修建议皇帝建立审查制度, 对于魏京政府审查的非法出版物严厉打击, 1089年苏哲建议皇帝禁止本国书籍流传出境, 设立官员审查出版。 记住这两个可耻的名字, 13年后, 苏哲和他的哥哥苏氏被打入原有监人党, 父子三人的著作全部被禁连带他们的小伙伴秦官, 黄平坚等人, 他们的学说也被禁止传播。 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今天那些动辄呼吁风沙咪蒙的人会不苏者的后尘吗? 同样是伟大的出版革命, 为什么在中国和西方引发的后果截然不同? 难道西方的统治者更仁慈, 官员更开明? 事实并非如此, 天下乌鸦一般黑, 管制一样无处不在。 只是西方思想家们身处的环境更接近于诸子百家的时代, 国家邻里, 政教分离, 权力分散。 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 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 马丁, 路德被教皇咒骂, 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 当亨利排斥胡歌诺教徒, 荷莱人大喜过望, 虚伪以待。 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 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 出版商们反而利用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 更乐于帮助那些一端思想传播。 对于思想者来说, 世界上最可悲的是, 莫过于普天之下莫非网土。 那意味着思想市场的狭隘, 低色与荒凉。 意味着高风险, 严管制。 到了明清时代, 由于印刷违禁书及要掉脑袋, 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 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思想市场被朝廷权力所垄断, 伟大的出版革命反倒沦为了 印刷讨试教材和官宣资料的洗脑工具。 2. 帝国是自由的敌人 在帝国的历史上, 思想市场的垄断其实是常态。 焚书坑儒是一种垄断手段, 霸出百家是一种垄断手段, 科举制度是一种垄断手段, 文字语是一种垄断手段。 每一种手段都是为了消灭思想市场的自由, 增加传播与创造非主流思想的风险。 当然,所谓的主流不是多数人, 而是统治者。 当思想市场被垄断, 知识难以传播, 创新风险过高, 弱智、浅薄与卑怯就成为了常态。 汉代流行偏人感应, 近代流行玄学, 前者弱智, 后者浅薄, 在外来的佛教文化面前, 不堪一击。 佛教文化之强在于千锤百炼, 重视辩论, 而不是统一思想, 迷信权威。 历史上儒家, 道家和佛教徒的几次大的论战 总是以佛教胜出。 统治者一次次地发起灭佛运动, 则是对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暴力干预。 统治者既是思想市场的竞争者 传播统治思想的一方, 又是裁判和法官。 暴力干预对于思想市场是毁灭性的灾难, 即使外来的文化如佛教, 也被不断改造, 变成了统治者管理人们头脑的一种新工具。 这是思想市场上的国进民退。 北周五帝搞灭佛运动 和僧人慧远的辩论很有意思。 慧远声称, 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 就是邪剑人, 而邪剑人是要下地狱的。 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慧远的诅咒让皇帝勃然大怒, 他指示着慧远, 说道,如果百姓幸福, 那么我宁可下地狱。 慧远说, 陛下你以写法引导人是在种苦业, 凡是听从你的人都会跟着下地狱,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人的尊严在于思想, 头脑都被管制, 被强行装入统治者设计的程序, 这样的人生毫无尊严可言, 这样的世界,就是地狱。 3. 管制越严密,经营风险越高。 思想市场的严密管制下, 人们不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没有兴趣探索复杂的科学, 而是满足于读几本四书五经。 即使原本复杂精深的佛教文化 在中国也被简单幼稚化, 玄奘西行取回来的那些 真经因为高深而乏人问津。 人性皆趋利避害, 如果保持弱智的状态 比追求真理更安全, 能得到更多利益, 为什么不安心于做一个弱智呢? 有人指责明代的士大夫 平生袖手谈心性, 因为一死报君王。 王国之后的学界镇定思痛, 觉得空谈宏大概念于事无补, 不如研究具体的学问。 黄奘西将政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 故言五钻研政治地理学, 言若渠,处通过考据证明了 主流文化中的某些经典学说 纯属伪造,代仁开拓了中国的数学。 现代哲学比起古代哲学 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在缩小, 因为它不再负责解释宇宙的构成, 也不再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生活。 哲学的退缩与科学的前进 是现代人的主旋律。 清代哲学恰好符合了这种趋势, 文人们已经意识到, 构建一个大而全的一同理论 不仅无异于国家, 反而禁锢人们的思维。 更何况,在没有研究透彻自然和社会时, 任何声称宇宙真理的学问 都必然是伪真理。 他们选择各种小学 是有意识的主动选择, 不仅仅是无奈和退缩。 他们的研究也并非鸡毛蒜皮, 而是磨练思维工具, 发展考据功夫, 重新审视古代材料的过程。 在他们的努力下, 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典籍 都被重新研究, 并利用考古学对中国历史进行再审查, 将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制度 进行重新研读。 当把这些材料研究透彻, 再从小学进化到更大的学问。 这条路不仅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也同样适合中国的进化。 近代以来,中西对比之下的屈辱心态, 让中国的哲学和科学 常常如笑话一般被轻视和嘲讽。 甚至常有人宣称 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和科学, 但重新回顾中国思想史, 我们会意识到, 统治者设计的那种落后 与悲切的主流文化的盛行,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先被头脑构造 或者心智上和其他人类有什么不同, 他们也曾真诚思考, 他们也曾大胆质疑, 他们也曾认真比较和争论不同的文化与信仰。 历史固然不以假设, 但如果思想市场是自由的, 或者是相对自由的, 中国古代思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将千万倍于已然发生的历史。 1960年代的台湾, 思想市场一片肃杀。 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 学者殷海光的作品也成为禁书, 他的工作被解聘, 出境被限制, 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 殷海光不堪身心双重折磨, 罹患未癌, 他在书信中举例说明一个人 所需要的物理相度如何被限制与剥夺了。 他说, 一只加拿大的狂欢鹤 需要160亩的土地才能感觉到快乐, 一个人所需要的 真正能够感觉到自由的空间 应该是无影广默。 思想市场的繁荣需要的不是天才, 而是自由的空间。 哈耶克说, 从长远来看, 是观念, 因而也是传播观念的人 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 我们相信什么, 思考什么, 总是决定着我们传播什么, 创造什么, 希望我们相信和传播的那些观念 能让这个世界更自由辽阔, 而不是相反。 投诉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 样书,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有用6 没用1 赞赏 地质的政治合法性构建 脸上咬个货, 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9年10月31日17点40分05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公元前206年, 平民阶层出身的刘邦登上地位, 随着诸侯王不断被解灭, 中央的权力不断集中, 一个具于核心地位的严肃政治哲学命题 逐渐浮出水面, 在强调贵族血统和封建制度 深入人心的时代, 平民血统的刘氏子孙 以郡县智取代封建制 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合法性何在。 为帝制背书, 汉代儒教汉出的高组和文景三朝, 儒法道三家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儒家以书孙通为代表, 强调用礼仪来制造帝王的权威, 达到心灵社福, 以朝错为代表的法家 则用法律的威严来达到同种效果, 道家以文帝和斗太后为代表, 推崇无为而至, 让安居乐业的人们习惯 以存在的统治状态。 然而对于那个核心的政治问题, 刘氏子孙的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 儒法道三家都只是采用了 掩盖和推后的处理策略, 问题的本质没有得到清晰而完整的回答。 在武帝朝, 魅上的儒生终于抓到机会 为皇帝提供了满意的回答, 从而奠定了儒家在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 当时公养传因推崇大一统而身受武帝推崇, 成为炙手可热的官方学问。 董仲书在《公养传》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用君权天兽来构建 刘氏子孙的统治合法性。 董仲书宣称,天势至高的主宰, 有意识地决定人类社会和选择帝王, 并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喜怒哀乐, 人类行为必须符合天的规律, 否则就会降下祸端。 至此,儒家从一门研究伦理和历史的学科 变成了一套掌握宇宙真理 并指导人类行为的思想体系, 因为具备了宗教性, 作者称之为儒家的宗教化,即儒教。 武帝采纳董仲书和公孙宏的建议, 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建立研习儒教的官方教育机构, 太学,选拔太学生作为官吏, 并设立五经博士,于是久而久之, 政治权利几乎都未信奉儒教者掌控, 儒教就统治了帝国。 质疑的时代, 未进玄学自朝宣时代起, 学者以儒教学问作为当官的晋身之间, 掌握政治化与权的官僚又反过来紧报 天人合一的儒教官, 学术分为封闭, 思想较调且僵化, 导致称伪之术横行, 使得两汉成为最迷信的朝代。 东汉末期到未进的大量政治迫害和持续战乱, 使得强调秩序的天人合一思想 不能满足解释现实的需要, 这触发了学者的质疑精神, 他们投入玄学的怀抱。 所谓玄学就是对现象提出质疑 并进行辩论的方法论, 其代表理论是贵无论和自然论, 贵无论的代表人物是何燕和王毕, 他们认为万物的本源是吴, 回归道家思想, 认同君王的无畏而至, 自然论的代表人物是姬康, 他认为只有在超脱功名利路的束缚之后 才能追求心灵自由, 强调自然、真理与政治权利的脱钩, 认为思想应当从宠慕权贵的功力 目的中解放出来, 为之月明教而认自然。 玄学提供思辨和逻辑作为思想武器, 即使反对贵无论和自然论的学士 同样也用思辨说理的方式 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就把人们从儒教的盲从中解放出来。 可是禁朝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混乱 现实让玄学从积极活泼的思辩精神 转向消极落寞的。 享乐主义 如道是三家争名, 东晋南北朝与唐 幸而东晋南北朝兴起的佛教 接过了玄学的思辨性大旗。 佛教理论繁杂, 思辨性超过玄学, 而且由于佛教的核心理论 空与玄学的无狠相似, 并且在摆脱现实苦难获得 心灵慰藉方面比玄学更有力量, 于是佛教渐渐取代了玄学, 在两晋南北朝兴盛起来。 道家在东汉末年完成宗教化, 以张鲁的五斗米教和张角的 天师道为代表。 进入两晋后, 经过道是葛红的努力, 道教驱除了动员群众的内容, 一边热衷吸引王公贵族信教 而赢取政治资源, 一边热衷修仙成道之术。 于是在两晋时期, 如道是三家成为主流宗教。 整个南北朝的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之仪 就是本土的儒教和道教 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公结。 面对政治压力, 佛教做了妥协, 以不干涉政治和世俗事务的出世态度 换取礼节和经济的超然地位, 僧人不跪拜皇帝也不纳税, 但这也使佛教失去了 引领中国思想摆脱政治权利束缚 而追求真理的能力, 所谓从道不从军。 如道是三家进入唐朝后 随社会一起共同繁荣, 那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思想 最自由的一段时期。 国家选拔人才不拘一格, 只会背书的明经科远 没有擅长师傅和策论的进士科受重视, 同时朝廷也为文学、法律、 历史和书法等方面的人才 设计了专项取士考试。 在多元开放的思想潮流下, 唐朝的官员们入室和做学问 两不当务, 处理政务以实用精神为先, 完全迥异于汉儒的迷信称为, 也不像明清官员那样 迂腐于儒教经典。 从自由到僵化, 养宋的党争与理学时间来到北宋。 北宋政治的特点是新旧两党之争, 新党源自唐代的实用主义, 采用务实的态度 以加强政府干预的方式 解决财政问题, 而就党源自唐朝的古文运动, 希望重建儒教的至上权威 含于希望以复古招牌 回归儒教经典来对抗辅到两教。 尽管新旧两党政见不同, 但都对统一思想有共识, 就党推崇儒教自不代言, 而新党代表王安石 为了选拔人才推行变法, 也希望思想统一。 王安石改革沿袭自唐代的科举制度, 重新推崇儒教经典, 但并不追求死机硬背, 也保留了策论内容以考察实物能力。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 重新以儒教学说为唯一学问, 宋代的思想渐渐从唐代的开放多元 转向保守僵化。 而且随着新党背上 致使北宋灭亡的罪责而万劫不复, 就党在南宋彻底得势, 以儒教为规灭的意识形态 先行的思想击败了实用主义。 北宋人对儒教的重新推崇 发展出了理学,经周敦仪、 少雍、张在、城市兄弟的理论构建, 经南宋珠西的综合而发扬光大。 仰宋理学继承了韩玉的道童 说和修炼概念, 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天人感应的迷信成分, 树立起天理这一宇宙秩序 作为理解世界和指导人类行为的唯一真理。 所谓天理是太极生万物, 最后化为人类社会的一套理论, 对于世界的决定作用 类似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 或者马克思的阶级进化论。 理学认为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 通过观察事物即可见微之助, 通晓天理,进而用天理指导行为, 此即格物置之。 基于这样的认识, 理学学者在面临实际问题时 往往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展开高堂扩论, 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务实能力。 理学还认为要追寻天理, 人必须发展能够觉察到的道心, 而舍弃普通的人心, 所谓存天理, 念人欲, 于是人的心灵自由被天理束缚住了。 在政治解释上, 理学把地制视为天理的反应, 使得承诸理学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 理学强调从日常事物中体无天理, 而心学则强调真知存于己心, 需要人们依赖直觉去体悟, 相当于革新制之。 继玄学后, 心学再一次对儒教正统发起挑战, 对心灵自由的推崇 很可能引导人们对政治道德问题 产生自己的理解, 从而瓦解政治权威, 因此官方在王守人死后禁止心学, 但在私下里, 心学获得社会普遍认可, 成为民间显学。 王守人的心学传人们 将心学的反叛属性放大。 王守人还处在君臣的刚常伦理中, 而王庚则把心学和理学的 有小见大的认识论 应用到社会组织中, 认为大众的日常生活 才是根本存在的虚格之物, 家国天下反而为威莫, 家族远比国家更重要, 这实际是把政治权利 从大共同体解放到小共同体, 和心引寄成了王庚的 民本思想并实践制。 理智在继承二者的同时 提出童心说, 认为人们应当保持童心, 不受如教学说的蛊惑。 然而,心学的反叛 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 面对明朝中后期的残酷党争, 各地绵延不绝的反叛 和满洲人的入侵, 心学之人退回到内心城堡之中, 对外界世俗 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心学转为消极的犬儒主义, 如同魏晋玄学的落寞。 但正如佛教之后 迎来唐朝的务实精神, 中国哲学也在心学之后 再一次迎来务实之学。 清初的大学者顾延武 放弃宏大叙事 而埋手于具体事物的研究, 带动以后的清朝学者 向考据学的方向发展, 中国哲学开始走出 整权的哲学、宗教体系, 直至鸦片战争 打断了中国哲学的自我进化之路。 政治现代性自汉初以来, 这场以政治合法性 顿正为根基的思想运动, 持续两千年的最终结果 使大义统和极权政府观念深入人心, 即使在清末民国时期 引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 也快速一化为国家主义 参见走出地质后三章, 秦辉认为当时思想界 在甲午战败后 接受了日本式的个人主义, 将个人从家庭权威中解放出来 而至于国家权威之下, 最终与苏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 集体的力量和价值得到推崇, 而个人的权力不得彰显, 导致强调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 始终缺乏思想土壤。 影视明星成龙的管论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还是发生在那样一块 可以视作中西方文明碰撞的边界之地, 集体主义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政治合法性的论证 在西方社会早已经 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而完备。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 政府存在只有唯一的目的, 就是使个体权力得到确切的保障, 免于无序的社会环境的损害。 至于具体的政府形成方式, 则靠民主选举来授权。 为了防范政治权力对个体的侵犯, 还要通过宪政、分权、反对党 以及媒体监督等手段。 在经济控制领域,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 对人类协作规律的研究为政府 不应过多干预经济构建了基础理论。 当社会制度明显的不正义时, 由于契约论的原则 人们还可以通过不服从 甚至武力革命来推翻政府。 自由主义的核心 即是政治现代性的体现, 是对个体作为拥有理性意志的, 能够并想要决定 自我命运的人的尊重, 明代的新学似乎接近这个核心。 清初的黄宗熙发现了 与社会契约论相同的原处分析起点, 可惜这两股中国哲学的清流 未能走远, 冲不破集体主义思维的牢笼。 接下来 中国统治学入门 Wildheart评论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18年11月26日11点22分36秒 这本书讲的是 中国从汉朝开始 如何从一个没有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如何慢慢建立一整套 执政合法性的体系。 在此书之前,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 在哲学文化发展基本平治了, 更精确来说 应该是民间的学术进步越来越少。 中国的统治者 为了维系他的合法正统性 不断在修正修改 加固的统治全背书。 中国统治学演化 依次经历汉朝称伟期 三国 进的玄学期 东晋开始的佛教期 宋朝开始的京式实用 南宋短暂的道教期 宋明礼学 明朝的新学 到最后的明末清朝的实学。 作者是半路出家来写历史研究的 所以书里极少透露出学究期 行文通俗易懂 如果专注读 一天甚至可以读完 这么宏大的主题 需要研究非常多古籍 以研究才能完成 这不禁让我怀疑其严谨性 毕竟 当然 我也不是专业研究的 所以没办法去断论 不过 总体来说 此书作为入门了解 中国统治哲学 还是相当的好的 投诉